大家好呀,今天的视频内容主要是贴钻 不过贴钻前先来上个延伞和搞点不灵不灵的东西 今天用到的色号是0071 视频虽然加速中,但是也看得出交挺顺滑 然后用到6002,你要拿出老贵的Leave做对比 虽眼吧不是同一个景色,但是还是右眼能看出 6002比Leave309更闪 在讲面上举一步涂爽,点缀一下子 然后先不照灯,直接放一些金箔片上去 踢钻前先来刷个封城 好多言问,普交后,载上载光圈就变了怎么办 必须是用封城载绕平呀 所以封城的量不能太少 今天贴钻用这个果冻造型胶 为了使钻更牢固的贴合假面贴钻的位置 需要先打磨一下 打磨后要清洁干净哦 这里,四枚露进去,终点来了 夹起你要铁的钻 放到胶里,让钻的底部去粘胶 然后放到甲面上,再轻轻按压一下钻 用胶从四周一处,等同于溜缝 当然这个胶的量要控制好量多了 一太多出来也不好看 然后就用这个办法把其他的钻也贴上 你要说,其实如果大家会用水晶的话 水晶贴钻是最牢的,特别是钻球 因为水晶靠的是挥发固化 耳胶需要照灯 贴钻球会很容易因为被钻挡到 而照不干里面的脚 从而引起贴不牢的情况 所以,如果要用胶贴钻球 一定要照足够长的时间 并且夺换角度照灯 你摇这个手指 其实已经做半个月了 牢固度还是可以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观看 记得双击加关注,爱你们哟